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再让他来借一次东西 张大哥在家吗 在 谁啊 我 我家来客人了 想借两块腊肉 行 我曾多次讲过 这个狮子不仅代表尸体 也代表活着的人和动物的身体 不过要把左边的一瓶拉直变成一束 用来表示借东西的人 可既然是借就必然是双方 所以在下面再添个二字 右上用一个左块代表亮句 比如秤或是升斗之类 同时也代表成东西的器具 比如口袋 薄气 婆罗等等 下面再写个右字 右字代表人的手 对 这个字就是一个人拿着亮句或是装东西的器具来借东西的形象 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 它的读音是甲 甲的字意就是借 跟我们此前学过的借东西的借是一个意思 甲 鸡鸡鸡 甲借的甲 甲 用甲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有的读甲 有的与甲音相近 并兼有离开或缝隙的意思 刚才讲过 向别人借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 只不过是暂时属于自己 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现象 因为是人的行为 所以用单立人坐旁表意 再用甲字表示读音 就是虚假的甲 甲就是不真实 不是本来的意思 与真相反 比如假画 假象 假面具等等 甲 鸡鸡鸡 虚假的甲 甲 甲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四声 驾 请驾的驾 驾 请驾的驾 意思是经过请求或按规定 暂时离开工作学习场所 比如假日 假期等等 你们看呐 这云层中透出的霞光 有多么好看呢 因为霞光与云 鱼有关 又是透过云层的缝隙显现出来的 所以用语字做头表意 又因霞 甲 生母相近 孕母相同 所以用甲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霞光的霞 霞是指因收日光的邪照 而呈现出的红橙黄等颜色的云彩 比如朝霞 晚霞等等 霞 西阿霞 霞光的霞 霞 人们往往把时间的空闲时间称为闲暇 比如是在节假日里 或是退休的老人 或是在工作的空隙时间 人们就会上街去逛商店 看电影 或是到公园去聚会聚会 娱乐娱乐 这就叫做闲暇 因为霞是时间的空隙 而古代没有钟表 往往是用太阳的运行来计算时间 所以用日字做旁表意 也因霞 甲 同运 所以仍用甲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空霞的霞 霞就是没有试的时候 比如德霞 无霞 自顾不暇等等 霞 西阿霞 日子旁霞 空霞的霞 霞 霞 这是一只洁白的玉环 美中不足是上面有斑点 斑点是杂志 也叫瑕疵 因为是玉 所以用邪王坐旁表意 也用甲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瑕疵的瑕 瑕就是玉石上的斑点 也用来表示缺点 比如瑕与护剑 洁白无瑕等等 瑕 邪王旁瑕 瑕疵的瑕 瑕 瑕疵的瑕 外苕 应该是玉石上的 一毛 唯一